腾讯也是立刻做出了一个回应 上线了一个三板斧 这样的一个防沉迷游戏的举措 妇女 她平常不怎么玩手机游戏 但注射的时候 就是为了孩子使用这个手机游戏 那么她就首先要确认 在注册用户里边 她要有个年龄的这个选项 比如说你注册用户 你现在的年龄是多少岁 我就觉得她应该有监护人 她的监护人就是她的父母 在一起帮她来注册 应该就要多一个选项 就是父母 你自己玩的时候 那可能你随便你玩 因为你是成年人 你对自己的行为完全负责任 那是对你的孩子 要在用你的手机玩的时候 那父母就应该设置一个程序 就是说现在转入未成年人使用模式 父母把她注册好了 父母在这段时间 监管不到孩子 孩子一直拉着手机在用 那我们就觉得 应该有其他的技术手段 在技术上 赋予父母的这个监 监护权或者叫某个时段的 叫结断权 假如说父母发现孩子 即使是远程在外面 那是不是父母也可以提醒 或者在通过什么样的技术手段 零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